男人是什么? 这什么男人? 哈哈哈哈 这个叫我 啊,我烦了 更烦了 焦虑并没有解决焦虑 我在未来三年内会结婚吗? 我在未来三年内会结婚吗? 诶,我气! 我吓到了 我起皮革拉我 我不行了 你乱搞你就做不出 乱搞你就做不出 一根 事业相关 就会出现这种答案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Lab Girls 前几天我们聊过焦虑的问题 以及博士后 博士申请博士后的心态问题 其实很多这种 焦虑烦恼都是无解的 有的时候吧 你的焦虑呢 其实都是关于未来 但是未来的事情呢 你其实又很想知道一个答案 但这个答案不到发生 你又不知道 对 前几天呢 一个年轻的小妹妹 她送了我一本书 我真的觉得太有智慧了 我就问她 我什么时候 我是不是能拿到 红宝学者奖学金 然后那本书告诉我 值得一试 你就神奇吗 我觉得 然后大概一个星期多后吧 对 我就收到了通知 我觉得这是本神书 值得我们的观众一试 对 我们打算今天一起跟大家来玩这个游戏 就是这一本答案之书 推进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推进一点答案之书 book of answer 有off 对 然后呢 它的玩法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心里面想一个闭合问题 然后就把手放在他的书上 和书连的这种的之类的 嗯 然后摸个几秒钟 然后随便反应 然后我们打算来试一下 各问五个问题 就是既然说出自己心里的焦虑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那我们找到了一个办法呀 嗯 好 我们现在开始吧 对各问五个问题 好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说真了来真了 我是真的有这个烦恼 就是我能否在 我能否在马上要去的 那个新的课题座中 快速的融入 就是我真正的烦恼 我们来倒数五个数 你摸一下它 感受一下它 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感受一下它的力量 你烦死了 你小声一点 是会吓到这本书 你太吵了 我翻了 我翻了 因为这没有排练的 我翻了 多少几个选项 给他们看一下 答案就是说多少几个选项 什么叫多少几个选项 什么选项 我没有选项 我只有一个选项 就去那里 我去 我去 我不行了 你问 你问 这个 可能是从 多个角度来说 我烦了 更烦了 焦虑并没有解决焦虑 我的焦虑 你没有焦虑 我有焦虑我不知道该讲哪一个真的是 等一下老年我想 我也想讲空那外 你别讲我的问题 我的焦虑是 我觉得我的焦虑是香港 香港会在春节之前开关吗 别怀疑 别怀疑 会开关 会开关 还是说别怀疑 别想多了 别怀疑可能有两种意思 别怀疑 做梦了 别怀疑 会开 也不晓得 好 等到几年过年就知道 就是她 她 她的准确性 她的准确性了 嗯 我 我的问题 我下一个问题是 哦 想想问一个凡尔赛文学派的问题 嗯 与此同时我还能再拿到玛丽剧里吗 我有豪扯和大宝剑 我犯了 嗯 够了吗 时间过了吗 嗯 再两秒 再两秒 再个吧 我们系统迷糊了 相信自己最一开始的想法 我感觉这个答案跟梅答一样 你一开始的想法是什么 我会中 我觉得我准备那个比准备这个准备的好 就是我这真的是我一开始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答案还 还可以 还蛮正面的 我的烦恼是 诶问个实际一点的吧 我在未来三年内会结婚吗 好像我应该先问我什么时候找到男朋友 哈哈哈 尼不了是尼问题 一人也不到了 你觉得咧 他也不可 不要怕熟 不要怕熟 我气我吓到了 我起鸡皮疙瘩了 我不行了 我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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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问我你就弄了对吧 这个答案 我吓到了 就是神术 我就算他就是神术 老头 毛骨色 所以呢 我问你是什么呀 未来三年会不会结婚 取决于我 你知道吗 那你要紧紧的绑定 跟我绑定在一起 你才会知道你会不会结婚 我天 就为了结婚我也跟你绑定在一起 本来想 各种东西 对 我天 好可怕 对 我都忘记我下一个问题 被吓成这样了 你只要问coronavirus 对我想问 我想问 因为前几天不是说 辉瑞已经研制出疫苗了吗 结果我想问 coronavirus会在2021年结束吗 是会吗 答案是 答案是 你不应该在外面玩耍吗 应该就是的吧 都可以在外面玩耍了耶 感觉你今天答案都是那种 我第一个不行 多找几个神像 我耿耿于怀 害怕 我本来就最担心那个 你不是该在外面玩耍吗 那就是 可能会结束 会结束 因为很久没在外面玩耍了 观众朋友们相信 有希望了 有希望了 相信 相信 相信答案就说 我现在做的课题 我能继续往下做冰阔的成果吗 这是一个问题 两个问题 一个 对我能继续往下做 因为我现在做的确实是一个交叉领域 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小挑战性的问题 然后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就是往下做 然后做出成果 那我也想抄袭这个问题 我等一下也想抄 那我翻了 让你专心做这个 处理掉那些会扯自己后腿的事 那倒也是 让你专心做你就能做出来 你乱搞你就做不出 乱搞你就做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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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剪到偏头 我也想问我也想问 因为我 就我之后做的方向 就跟我之前做的有一点偏差 然后我对那个领域是我自己的经验为零 我就很想知道我能不能 顺利的进入他们的轨道 可能跟第一个有点像 但这个就算是 学科或课题方面的吧 不是融入方面 老天爷会被赏饭吃 对应该是老天爷会被赏饭吃 优势一点 这不是进入画面 多创造出一些空间吧 一根那个事业相关就会出现这种答案 什么叫多一点空间 我不理解 可能就是交叉领域的交叉领域的核心的交叉领域吧 我不理解 你那个还可以吗 你那个还可以吗 丢起那些车后腿的事情 那也是吧 这什么玩意儿 什么叫 多几个选择 多冲到一些空间 你不觉得它莫名跟第一个 今天这个莫名其妙的视频 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ending 就是让我们的观众在弹幕区可以有十秒的时间 打出你们的问题 对对对 打出你们自己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随机翻译 希望这个答案能够对你们有所启发吧 都是比较抽象的答案 对对对 那我们就给观众十秒时间 对ms 打出 arrivé 我离开了 三二一开了 pergunt 寻求多种可能 很积极,寻求多种可能 不管你问的什么问题,那答案就是寻求多种可能 我觉得还不错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或者喜欢我们本人的话 还请你关注,订阅,转发,点赞,评论,弹幕,多多支持我们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